在南投有一名担任鸡童的全系男子 办完法事之后 骑车回家碰到了林姐 远景发现他的酒测值高达0.38 而这名男子说呢 这个酒是上他身的 寄宫喝的与他无关 不过远景不接受这样的说法 还是将他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全系男子被远景拦下实行酒测后 酒精浓度为0.38毫克 但这名男子却表示自己是担任鸡童 而酒是上身的寄宫喝的与他无关 男子还变称自己被上身时 属于心神丧失的状态 没有行为能力不应该被罚 但远景根本不采信他的说法 还是将他依公共危险罪移送 是他没有开车灯 行车状况也是不稳定的 他的变质说是起机后 饮用一些米酒 退驾之后还是有酒意 地检署也强调没有行为能力 要特职有精神障碍或者无辨识能力 也劝被告以后知道机公喝了酒 那么在执行法会后 就乖乖搭其他人的车回家 否则受罚的不是上身的神明 只会是酒后驾车的自己 记者陈家贵 吴立安 南投报道